今天这件事就邀请了教协会长冯伟华 和理大公会主席陈敏健 来一起去讨论这件事 今天我其实是代表中折系受影响的港师 在这里讲述他们的事件 原因是因为在这个阶段 受影响的港师暂时是不想接受访问 走出来亲自讲述这件事 所以我就代表他们去讲述这件事 首先我很简介地讲整件事究竟是怎样 整件事就是浸大的中折系的港师 早前全国学系的港师 全国学系的全职港师不获续约 因为没有续约 有些就走 有些就退休 他们的教学评估是优异的 Excellent 而他们在浸大也任教了很多年 他们的教学量一直以来 是没有递减过的 是没有递减过的 他们在4月份的时候 石果耿泉的那些港师 几位 就被offer了 以时薪的方式去聘任他们 以兼职的方式 最荒谬的地方 整件事就是 邀请他们教的教学量 是没有少到 但是反而多了 比起他们做全职的反而多了 但是人工呢 就少过之前的一半 少过之前的一半 尽要是没有了这个 benefit 那么 他们也都 而那个学系呢 也都因为教学需求庞大 因为都将这些港师 炒掉了 简单来说就是 所以他们也有登广告 是要请大量的part time港师 那么我们 我个人觉得 这是一个人治的做法 就是一个众言轻教的做法 也都因为是政策上 因为这个追逐排名 各院后的追逐排名 和这个研究评审工作 所以而导致的恶果 那么 这件事呢 加上李大这件事 已经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 是政策上呢 是需要一个政策上的改变 是需要有些政策上 是重新去注重教学 令到这个教学的失衡 是得到平衡 那么 简单来说就是 因为这次受影响的港师 是终结系的港师 那么他们教的 其实就是ethics 但是他们现在 受到的待遇 就是unethical的待遇 是一个 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也都希望他们 要他们以这样的形式 来教学生 也是对教学的一种极大侮辱 这是一个简级的 之后我会详细讲整件事 那我们或者拍张照先 就是我们全部 是 看得好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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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句口号叫的 我先说一次 教学不是省工 反对众然兴教 教学不是省工 反对众然兴教 教學不是散工,反對縱然興教 教學不是散工,反對縱然興教 好,麻煩你 現在詳細講一講那些細節 這次不備續約的中哲學廣師 是整個系,不是單一的廣師 除了要退休那些,不說 他們全部教的課程 也是教知會資助的課程 他們的職級分別為廣師一或者二 在浸大任教,全部都是至少六年或以上的任教經驗 過去也是被多次續約的 所以他們是有合理被續約的期望 而合約期,他們通常為兩年的合約期 他們一七、一八年度 即今年,今個學年 他們是被給予一個 我們叫做 最後一年的最後一年 最後一年 是不能續約的最後一年 最後一年 是不能續約的最後一年 給他們的原因 就是 在教學量 他們的遠方或系方 將會見到有一個遞減 給他們的原因 就是覺得接下來可能會很少 課程很少人度 所以就將這個 就將這個 做一個借口 即是說不可以再和你們續約了 因為不和他們續約 所以才去 也沒有去走完一個 既有的程序 就是一個續約的評審過程 每一個浸大的員工 要續約都要經過這個 這個評審過程 他們是沒有進行到這個過程的 四月 四月那時候 我再次接觸的時候 他們跟我說 就是被獲這個時薪的offer 我就拿一個例子出來跟大家說 因為 我就拿其中一個講師的例子出來說 這個是他收到的電郵 這個是他收到的電郵 就是 說明他是怎樣被邀請 是四月的時 怎樣被邀請 去教 以一千元一個小時的形式 去教 之後 的課程 那課程其實是 等於23個credit hours 23個credit hours 加起來 而教課程的 那個分別 我有個表再講一講 這個是一個 無可抵辣的證據 是要求那些 港師去 以時薪的方式 去拼任他們 我們 講一講就是 其中一個老師 這裏其中一個老師 大家可以看我的表 就是他1718年 所要任教的科目 大部分的科目 大家都見到 是通式的科目 是general education 全家大學的學生都要 全家大學的學生都要 那些credit hours都寫得很清楚 他們上學期下學期 教些什麼都寫得很清楚 他們剛剛過去的其中一個 過去的學期要教的是 18個credit hours 一年 大概6科左右 如果以13個 一科來講 現在邀請他們 以part time 形式教 就是講 教的科目 是類同的 也有些overlap 也有些今後學年沒有教 但是 據我了解 那些學科是他們 一直以來過去 多年是有任教的科目 接下來教的科目 就是有這個 通式的科目 也有這些 終節系 自己的本科的科目 加上credit hours 是23個 23個credit hours 我們見到是由18 變到23 full time 你就叫他教18 而這18 也不是特別少 也是過往一些 通常會教的數目 但是 你叫他回去 教part time 就變了23個 是多了的 很難理解 如果你跟別人說 未來不續約了 因為教學量會少 但是你請回去 教part time 竟然是教多些的科目 多些的credit hours 這簡直是一個 非常矛盾的說法 基本上 這就是一個比拼 這些全職講師 以及這些 將會被 如果他們接受了 他們就會以這個part time 形式 時薪形式任教 你見到 他們現在是有 全職 全職是有福利的 是有很多benefit 例如看醫生 不同形式的benefit 你見到如果他一轉做兼職 是沒有了benefit 只有1000元一個小時 另外 剛才也說了 他們之前是教13至21個credit hours 接下來是要教23個credit hours 其中一個例子 他們本來 因為裏面有不同的職級 有講師1和2 他們的平均工資 平均工資大概就是4萬7元一個月 但是呢 我們見到 如果我們用1000元時薪去計23個credit hours 平均每個月 他們拿到的工資 是會剩下2萬6元左右 如果我們用一個比較 因為這個是一個 average 我們如果用最high range的人工 來說 絕對是少於一半的人工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裡有個廣告 這個是中節系的廣告 這個廣告裡面寫得很清楚 他們是需要大量的part time的講師 去教12、3個科目 大家不要忘記一件事 就是剛才大家看到那些科目 很多都有上下學期 都要給那個 因為是通識 通識要應付全家大學的人 你在上下學期都要去安排那個科目 去有人淫教 亦都會有不同的session 而那些通識科目 通常的學生是50人左右 一科是有50個學生 你要安排不同的session 給學生不同的時間 這裏如果take average來說 當這裏是13科來說 是等於26個科目 等於他們需要人手教26個科目 如果我們看到 假設這裏需要的人手 是遠遠多過他們現在 就算用part time形式去請 剩下的講師 但是要教full time的low 都是不夠的 他們都還要是額外請人 這裏是遠遠多過他們 證明教學上的需求是沒有遞減到的 這個是非常之矛盾的 這件事我已經在4月的時候去信了首席副校長 Clayton McKinsey 首席副校長Clayton McKinsey 希望有個說法給這些講師 那我就沒有得到他的 我書面回應就是他會進去看這件事 但是我口頭上他有個答覆給我的 口頭上的答覆 口頭上的答覆就是 因為他講英文 我用英文說 就是 everything is legal 這個就是 第一句和我的答覆 我亦都不否認這些 我亦都看不出有任何東西是 illegal 在這個將full time 變成part time的過程中 我亦都看不出有什麼是不legal 另外講一講就是 前日我想 立法會有份文件都講了 浸大的非全職教學人員 就是part time 是4個percent 我們都見到現在 這整個學系都將會是 不會再有教學 就是teaching track的staff 會變成0個percent 很快就會是 今個學年之後就會變成0個percent 那些percent就會慢慢加下去 這4個percent會越來越多 另外一個就是 有一點我要再重申一下 就是其實大學裡面 兼職時薪是有限制的 你不可以說 我叫那個人教二三十科 但我都用part time認識請他 其實機制上是不容許做這件事 機制上是 一年你只可以 可以教二十四個credit hours 才可以用這個part time認識去聘請 如果多個的話是不可以 是用full time或者half time的認識去聘請 我們都見到 今次他們被邀請教的就是二十三 剛剛就是比起那個上限低了一個 二十三是低上限二十四一個 這件事情的交代 我看看還有沒有留意 我講一講 後續我等兩位才發現 我們再一次講後續的行動 我現在交給馮偉華 好 大家好 其實我們作為教協關注全港的大中小幼特殊教育 我們看到近年這個趨勢 但是還研究輕教學的趨勢 已經是惡化得很厲害 在這個趨勢之下 產生了很多問題 其中一個 還研興教 就是把原本雙軌並重的資源 很多時候大學為了爭排名 吹谷他們研究的表現 他們將這些經費由教學那邊 去搜刮 去抽調過去 去支援研究 當然我們知道 大學就一直這麼多年都在叫 說研究經費不足 這個是事實 在香港研究經費 跟我們在其他世界先進國家比較 研究經費是不足的 但不足之餘 而不是向政府拿 而政府未必給到那麼多的時候 就在現有的資源裏面去調配 但這個調配我們覺得極之有問題 是將原本用在教學的資源 手刮了 用來補了下去 研究經費的不足 而那方面 通常是昂貴的 請教授 請一些知名的做研究出色的學者 全部都是很貴 而他們教書的時數相對是很少 結果 很簡單 就是大量的教學的工作量 教膽 就全放進去給那些教學的人員 但是教學人員的團隊就縮減了 所以他們的工作量 是連連遞增 這個已經是苦不堪言 第二就是 這樣也不止 現在的趨勢開始 就嫌他們的那些人工 還是叫做貴 其實他們相對於研究團隊的人工 是便宜很多的了 但是仍然嫌它貴 所以就開始用短期合約 短期合約 都已經覺得要給福利 很多東西都不想承擔了 就散工化 就用兼職的形式去聘請他 教同樣的書 做同樣的工作 這個就是赤裸裸的剝削 根本我們在商界 如果我經常都提 如果你這間是大家樂 不要說名字 現在這間是一間快餐店 你這樣請兼職去做事 其實都已經被人罵了 不可能對員工去到這麼刻薄 但是在一間大學 在很多間大學 現在正在發生這個情況 這個是最新的例子 浸大 早一個多月 在理大已經發生同樣的例子 就是把原本做開 四分三 一半 本台四分三 一些全職的督導老師 變成一半職 十幾年前 接著現在 就進一步把它變成散工 我覺得這個 不只是一間學校的問題 是一個趨勢 縱然興教 已經令到那個問題 在各個範疇衍生出來 特別兩個範疇 一 就是對教學質素的衝擊 一定會大幅衝擊教學質素 第二 就是對那些教學團隊 那方面的同事 是極度不公平 因為用一些很剝削的條款 和一些的方式去聘任他們 而且這個趨勢是惡化著 我們看到 剛剛是在立法會 所以葉建源問了一些資料 這麼多間大學裡面 其實過往 我們十年前都問過這些資料 十年前 最惡劣的間學校 都是五成 五成的合約比例 已經很高了 最惡劣 現在最好的那間是五成 就是成大 55%是最好的 科大是70%多 已經惡化到一個階段 大部分的同工 都已經不是一份穩定的工作去教書 那我會質問 其實教育局和UGC 究竟有沒有監管這些大學 他們拿了政府相當大的數目的公帑 去辦大學的教育 他們現在正在教這些質素的教育 他們用兼職的方法 用短期合約的方法 來聘請大量員工去做教學工作 那我會希望就是 教育局和UGC 教育支會 都應該是真的正視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每一年 每一個學生 斷人頭計 平均是比較超過25萬一年 一個學生 當然醫科貴一些 其他的科貴一些 有些沒那麼貴 但最低都超過20萬 平均成本是二十幾萬一年 二十幾萬一年的學生 一個學生的成本 為何是需要請兼職教 為何是需要請這麼多合約老師教 而是他們的人工是越壓越低 福利是越來越少 再加上 轉了兼職更加沒有福利 現在看到浸會 是刻意去到剛剛踩界 兼職的邊緣 因為勞工法律的規定 四一八 如果你連續四個禮拜 每個禮拜做十八個小時 你就不可以當他兼職 要當他是一個 全職或者半職的職員 有其他福利又有新年假 現在這樣去做 就明明是在一條界裡 用盡他 就是逃避了給相關福利的責任 這個問題 我們不單止是一個 員工的工作不穩 和他們的待遇問題 而是他直接會衝擊我們的教育質素 我們要問 現在我們的大學 其實在給我們學生什麼教育 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我們很多年前 其實都是二十年前 我們其實每一個導修 是十個人一個小組 後來加到二十 加到二十五 現在普遍的大學 導修小組都四十人 其實是 錢花了很多時間去做教育 但是現在的教育質素 就看這個導修的小組 現在變成大組 還有老師能夠接觸學生的個別時間 全部都已經縮減了 壓縮得很少 很多老師都關門寫論文 多於是接觸學生 現在還用了兼職導師 他們根本自己在其他範疇 還在找食 他們基本上在兼職的時數範圍之外 學生是很難再接觸他 再問功課 再跟他們有其他交流 這些教學環境是絕對不理想的 其實最後一點要提到的是 我們在中、小學和幼稚園 都在邁向改善 在中、小學 常額的職位 過往一直保持在八成半 即是合約老師是大約15% 但是經過這一年左右的轉變 改善班師比和其他方面 現在他們已經有九成是常額 是長工來的 工作的崗位是很有保障的 只有10%是合約 現在在大學 反而是50、60、70%是合約 這個處境 其實我們覺得極之不理想 如果大家有印象 即是特首林太 都在早幾天 在我們45周年的會慶都提及了 他說他很大的目標 就是要對老師好一點 他可能忘記了大學那些都是老師 對中、小學的老師是有些改善 對幼稚園的希望現在做一個新級表 但是對大學的老師 似乎完全是沒有過問 他們的處境 他們的待遇 他們現在面對的困難 是惡化得很厲害 我希望特區政府 教育局 就不要只看中、小學了 要看大學 因為大學的處境 現在是極之嚴峻 教學的質素是被衝擊 還有老師的待遇 是相對中、小學都不如 這個情況是要大幅去改善 特別很多 如果我們想在年輕一點的一輩 加入去大學 即是做教學工作 現在是很難 因為他們上進無門 就算上進到 原來是這麼坎坷的 很難留到很多人才 在大學幫忙教書 結果可能就大幅輸入外奴 但這不是我們想見的 我們想見到 有國際化的視野 但是本地的一些學者 都需要有一個培養和成全 現在這樣的制度和這樣的條件 我們本地的學者 很快就會絕跡 我們只會見到很多 不同國家語言的人 在大學那裡任教 但他們不會耐忍 因為他們基本上很多是過客 他們拿了合約 拿了一些特惠金 做了一些研究 儲夠資源 儲夠一些條件 就走了 所以對於我們本地 自己的學者 年輕的學者 其實這個絕對是沒有出路 這樣長短下去 我們的大專教育 是會崩潰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嚴峻的問題 而不是單單是一個勞資的糾紛 而是一個對大學教育的衝擊 如果現在不去做補救 我們日後 是很難再去挽回我們失去的事情 好 好 大家好 我想大部分的重點 海鋒和韋華 都跟大家講過 我想補充一點 就是關於我們理大 前一段時間 發生了 其實從今次浸大 是異曲同工的事情 其實就是 一些全職的老師 我們那裏就變成四分三 其實最初是全職 四分三 一半 接著現在是時薪 其實我身為前線的教育工作者 其實我看著大學的一路轉變 我在理大裏做了二十幾年的 最初其實是 我可以說差不多九成 都是 我們講過tenure 剩下一成左右 是那些合一 但那些都是因為 一開始他們 未做夠六年 是未能夠tenure 但現在我們是 見到的事就正好相反 如果是負責教書的同事 是更加已經說明 是沒有可能 是長約在這裏做 甚至以前的約是三年 兩年 現在全部是一年的 那我想試問一下大家 其實想一下 如果一份工 你是做一年的 我不是說不會 不會又不用心思做事 但你們會想有多遠 想一年 那我們港大的納稅人 其實我們給大學這麼多錢 是想我們香港人 是可以接受一個優質教育 但到頭來 大部份其實教書的同工 其實都是時薪的 其實很簡單 我們經常見到一些事情 就是同學上課會 和老師接觸到 下課會怎樣 那有問題 其實引申到很多很多很多問題 其實我們還會說一件事 就是教育 其實不是說我們有多少 網絡資源 有多少 那些帳號 那些同學 最主要是人 那本身來講 那個接觸的時間 其實是少於以前很多 其實以前我上課的時候 那時候的學生數目相對的少 我們上課的節數又少 其實超過一半個同學 我們可以說到他的名字 甚至他家裏有什麼人 他爸爸媽媽做什麼 我們是說得到的 但今天我相信 說得到的只是少數 那麼其實我們 教育是希望以人來影響人 但是現在這樣碎片化 我們覺得其實是 可能我們都可以傳授到一些 那個學科的知識 但是對於一個全人的發展 我覺得就是完全不能夠 也都其實是教育的一種侮辱 那麼這裡我覺得其實 現在發生的事在我們剛剛發生了 我們覺得只是一個開始 其實這個只是我們的大專教育 或者大學教育 一個變化的開始 但是當然這個變化 其實是一個腐化 我應該說是腐化 那麼其實在這裡我們想站出來 其實並不是因為我們說 有什麼利益 其實這個是關乎了 第一就是教育工作者的尊嚴 還有教育的質素 香港的大學教育質素 其實就是韋華講到 那裡其實講得很對的 那麼我在這裡這麼久 其實看到是 其實我們是很多 世界各地來的學者 其實我們是歡迎 但是有一個觀察到 其實是一個事實來的 其實到頭來的 他是不會長時間留在這裡 只是說是作為一個起步點 那麼其實真正能夠為香港的 專上教育作出貢獻一定是本地人 因為他們有個感情 他們跟在香港 所以其實如果這樣繼續下去 我只是看到其實就 已經是越來越少 本地人是願意做一個大學講師 聽下去好像是一個很好的職業 其實是大部分人 都不會因為他們看到 他們讀大學講師已經看到 自己的老師被人剝削 是連一份工都不能夠保障到 那麼最主要我想跟大家講 其實這件事 就不是真的我們 是裡面工作的大學的人 其實是關乎香港所有市民 和香港所有的學生的 那麼大致上我想說的 那些是不多 多謝 說一說 說一說後續行動 首先有一件事想補充一下 就是浸大 校訓是什麼 以什麼來 因為是一間有基督教色彩的大學 那麼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經常說的就是關愛 我們經常大學都會說 我們要以關愛為本 那麼試問一間以關愛為本的大學 為什麼會做出這些事情呢 就是我想任何人聽完之後 都會覺得是黑心涼薄 都沒有其他形容詞 就是如果這樣 因為我們不是一件商品 不是一個商業 如果我們一個商業 沒有厚非 一個大企業 你現在都說良心企業 社會企業 都不能亂動做這些事情 你這些小企業 暴利的情況下 去盡量剪 這是沒有厚非 但是一間大學 還要說明 是要以關愛為本 注重全人教育的 什麼 Liberal Art 的大學 是的 博雅教育 全人教育 這些大學 中注重教學 的大學 但是竟然出現了這些事情 我就不會說是一間大學 衰的 我只會可以說 是有些人想歪了 某些管理層想歪了 去做這些事情 我想說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這件事 我們現在暫時去到首庫 首庫答覆就是 everything is legal 我們最未去到的就是校長 和校董會主席 校長曾經 校長前大康曾經 多次在多個場合說過 現在 例如 百人大計 承諾了 是不會影響 已有的 教學人員 是不會對他們 作出任何的影響 是他們不會被人動 不會被人炒 不會被人剝削 所以現在下一步 我就會代表港師 去把這件事 拿給前大康 和校董會主席 謝忻基 看他們的說法是甚麼 跟我們辦學的宗旨 差不多是背道而馳 現在看看會不會 可以撥亂反正 我們會強烈要求校方 去給一個full time 都是做同樣的事情 只不過現在是給一千塊 還是給full time contract 做的事情是不會有改變的 同一時間 我們也會找到教協和其他友好組織 希望可以去信給林鄭 給林太 就是希望她知道 這件事已經不是一個單一的問題 我們需要一些政策上的改變 去督促這些大學 那是甚麼呢 我們其實是可以有一些教學評審工作 簡直是要跟學額掛勾的教學評審工作 只要我們有這些事情 哪一間大學 如果你告訴他們 你教得不好 那些學生質素 滿意程度很差 就會減你的學額 那些學額就會去一些 教得好一點的大學 每一間大學會不害怕 每一間大學都會做好他的教學 會把資源撥回去教學 不會去某程度上去折磨或藥袋 港師 其實你這樣很差 為甚麼我這樣說 你知道港師差不多去找不到另一份工作 他教一些東西動專 中節系 他教道德 你去中學教甚麼 你去不到別的教 你去哪些大學有中節系才可以去教 每一間大學都做一間工作 你知道他根本去找不到另外一份可以給全時間的工作 那你唯有用 要是你就轉行 要不是你就唯有硬吃這個part time的工資 所以我是減你一半工資 你做還是不做 你為了吃飯 為了糊口 有家庭的 有子女的 可能都要接受這個侮辱 去做這份工作 都不知道多久 如果說兩萬多元對他們的工資 還要說他們的年資根本是一種侮辱 但是現在正正我們香港的政策上 就容許這種侮辱發生 剛才理大有一個過程 是由full time變 half time再變part time 我們浸大 以全人教育宗旨 沒有做這個過程 full time就part time 沒有中間跳 給一個half time大家緩衝一下都沒有 直接一跳就跳到part time 最重要是整個學系 整個學系 我不想見到全職講師 全部全職講師和我解僱他們 只可以有part time的講師 他們喜歡做就做 不做就不做 大把人 我都相信大把人 會為了五斗米而折腰會去做 現在這就是我們看到的情況 阿韋華有沒有後續 要補充一下 我們其實在教協本身 在這個問題 都已經開始高度關注 我們透過幾個議員 約了教知會 在星期一就會跟他們見 見員會代表我們去見 教會本身也約了教知會 另外一次會議去談 就在稍後 我們也會動員立法會 要求他們有辯論 是討論大學的教育 劣質化的問題 以及重嚴興教的趨勢 對大學的影響 剛才說 我們都會 商論如何去跟進 其中一個會是虛信 去特首 要求正視這個問題 看看他們如何對老師好些 在大學方面 現在對老師絕對是差 亦都是剝削 而且趨勢是惡化的 我覺得這個是需要去及時渴止他們 還有一個會做的 就是我們在6月9日 我們都會做一個論壇 就是講述這個問題 邀請大專界的不同的組織 公會和團體 在那裏我們將這些問題帶出來 希望緩醒社會對問題的關注 因為對大學教育 其實過往大家只是重視它的排名 研究 實際上對教育質素的關注很低 現在問題這麼尖銳 是需要大家真正正視劣質化的問題 我想說 其實現在是正逐大學排名 當了首位 有很多人會覺得 大學排名和計劃質素 是應該有一個必然關係 我不會說沒有關係 但是問題是 可以為了排名的犧牲計劃質素 我想這次我們鎮大 加上我們理大事件 我相信除了對我們的同工很不公平之外 其實這件事我覺得影響是很大的 因為其實我們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香港的大學 或者大專教育質素 開始有一個向下走下坡的 這件事我覺得除了說 我們要關注我們為同工 其實重要的是 其實我們覺得是說 香港的大學教育質素 如果向下走 其實對於香港來說 都不是一件好事 現在可以回答大家問題 我想問一下 今次全國外界有幾多個主席廣師 是實際上有幾多個廣師 是實際上有幾多個廣師 預算好遞減 所以這是做原因不做藥 在那一刻 他們已經有廣師知道 因為 接下來只剩下一份一年的 我們叫做 最終職業 他們已經離開了 自己去找其他工作 離開了 未等到讓他們兼職做 那裏走了一批 退休 應該接下來有一個會退休 接下來有一個會退休 如果離開了 退休那些 都在浸大應該教了二十幾年 十幾二十幾年 都是很長時間 現在剩下 我怎麼說石果僅如 石果僅如 只剩下兩位港師 就是經歷過這個 最終職業之後 被offer這個 part-time的職業 也是這個學系 石果僅存的港師 沒有了 沒有其他港師 是的 走了嗎 實際數字 應該 我想應該是 兩位左右 是的 兩位左右 另外再加兩位 加上退休 我想都四、五位 之前 如果說 一年前 可能還有四、五位 港師在 接下來就會 全職港師 接下來就會變成零位 是的 剛才說 踩界的方法 就是二十四個小時 整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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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個小時 怎麼踩界二十四個小時 為什麼可以加上 十四個小時 如果這樣計算 十四個小時 如果這樣計算 我想是 大約 是成年 大約 你九加十四 就是二十三 如果這樣說 每個星期 都可以搞幾多年 不清楚 指引不是很清晰 如果請一人做part time 整年來說 你每個星期 都不應該多過12小時 這就是那個指引 這樣 如果你這樣說 23 除去 11.5 所以剛剛過不到12的標準 如果每星期可以教十二个小时 我明白 我不知道实际的计法 是否真的逐个学期去看 可能是成年总括去看 你明白吗 可能是概括去看 不是每星期去看 如果每星期去看 下个学期是超过标 如果每星期可以教多过十二个小时 有24联络时间 24联络时间 因为每个学期的每星期 不能教多过十二个小时 一年有两个学期 所以我将数乘了二 这是大学的指导 请兼联络时间的指导 所以会有很多学期 那现在新学院 他给了七个教育 其实是给教师有什么选择 那些是叫他们教这些 不是选择 就是给他们教这些 这是其中一个 我拿了其中一个讲师 来做一个例子给大家看 这些是他们原本教育的 这是他们曾经教过 或者是刚刚那个学年 教开的科目 不是一些新的科目 不是教一些新的科目 是教一些一直在教 或者刚刚这个学年 教完的科目 就是不能选择 不能选择 是要教这些 那当然你可以说 太多了 我教少一点 那你教少一点 就钱更加少 就是这个问题 但是整个这样的听法 会不会可能有机会 在一个奴资糾纷 多于教育方面 可能会跟官署 我 就这样看 你不逐一个人约 然后你用part time 形式 请回去 我看不到是一个奴资糾纷 的问题 不是一个法例上违法的问题 是一个剥削的行为 我不会 绝对是一个众言轻教的问题 我不会看他一个奴资糾纷的问题 因为基本上 大学是可以不选任何人约 可以经过一个程序之后 可以不选任何人约 他只要一个解释 而解释 你是很难去推翻的 你就没办法去 因为很多时候 那些解释都不需要是事实 很多时候 他只要有个说法 就可以说不选你约 这也是合约员工的悲哀 在今次这件事件 就是 教学量 可能会少很多 未来我不会给全职导师 即是港师做 但是 荒谬点就是 原来发现 原来我不请这些全职港师 原来要请很多人去教书 我请很多part time 这些反正都教开 但是 找一些熟的 教得好的 都是一千万个小时 你请个完全 从未来教过书的港师 刚刚读完博士 来教 又是一千万个小时 我请这些 很资深 学生很喜欢 教学的评审 很好的 又是一千万个小时 又可以保持质素 某程度上 你请一个新的 质素 是好的 但是 问题是 他们是受一个侮辱 所以我们才能够做 是很好的 所以我们才能够做 是一千万个小时 去到我们才能够做 是一千万个小时 我应该说是17、18年左右 应该是去年的9月之前 8月之前 他们就已经知道 未来的那一年是最终合约 其实最终合约会变成 为何不聘请他们 不聘请他们的原因 是否真的合约 当时我们出声 那个点就是这样 但是为何到这个时候 真的要出来说给大家知道 就是因为发生了理大件事 因为我收到他们的投诉 最新的development 理大件事未爆出来 那时候我是观察理大件事 我发现原来是间间大学 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也不是单一学系 我今天只是被代表 我只是代表中子学系的讲师 其实我是收到其他学系学院 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但是因为那些辅助 那些辅助 未正式 要我代表他们出来说 所以我仍然是低调 那些我会去处理 但是这些 今次只是说中子学系 就是 如果追索 过去一年之前 他们已经知道自己 最后一年有没有工作 要去其他地方找工作 那一个转折 就是原来是 有大量的教学需要 因为登上广告 登上广告 十几科 每个科都有不同session 上下学期的 加上二十几科 至少三十科 那裏保守估计肯定有三十科 是需要 港师去教的 所以大学 我想系方远方 也不知道是不是想缩数 不如 现成就有些 叫他们吃到多少 吃了 剩下那些 我在外面请兼职 所以说 那些学书不会不见了 就没人教的 那些学生一样 你收二十几万一个学生 你不会不要那些学额 那些学生 永远都存在 永远都要教他们 只不过 你是用什么人去教他们 现在问题是 都在催他们 拖得多久就拖 因为如果一签了 那个转弯的位置就越来越小 你自己都 明买明买 不是我逼你的 你自己肯做part time 那转弯的位置就越来越小 那当然我们希望 可以在未签约之前 去尽量争取 其实呢 可以用的机制都已经用完了 就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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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打定输数了 可以这样说 但现在有个 新的 我们叫做新的证据 即是 你现在可以证明到 教学量 其实是没有递减度 教学需求 持续高企 这是一个很好的新的证据 去说服校方 去重新审视整个事件 而看看可不可以考虑 逐返 逐返 一个full time 因为你真的很难 说过去 喂 我不是少了教学 你之前说少了教学 不做他们 因为之前你不聘用part time 他们不会知道 现在你四月给了offer 你现在整件事是明朗化 知道透明化了 你知道 其实是需要很多老师去教书的 那你现在这个原因 已经是不公自破 之前的原因 所以 这个会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位置 即是 司徒押给校方 希望他们可以 把拨乱反正 可以说是 想问 那个中文告证 是13号 全部中节 是 全部中节 小部分都是这个通识教育 即是 服侍全间大学的学生 小部分 是中节是自己的学科 那这些 13个课程 有没有 有问题的大方 会请几多个课程 这个好问题 我假设是30个课程 那现在 如果这里 每人 就是 当他们23 7个课程 那 两个导师 我当假设差不多 那 近了14个课程 就是近了 这里的教学需求的一半 已经 假设那是30 这里近了一半 那剩下的一半呢 剩下的一半呢 你可以请两个 差不多的 就是同样形式 就是接近 踩界的 那个 就是full load 我叫full load 的形式 请多两个 或者你可以请四个 那里没有限制的 总之一千个钟而已 对大学来说 根本就 没有任何的分别 就是我可以 十个课程都可以 就是 两个就行 就是总之是 配上那里的 总之是 近了那里的 那些教学量就可以了 我想问 有没有问过 浸大那边 其实 他就说 13个课程 有13个课程 但以我的所认识 就是学校 虽然有这些课程 但未知会 每一件事都开一些课程 所以他说 有个证据 叫做Dao's Religion 可能其实他有个名字 我们是用这个课程 但今天我们是不开的 那会不会 可能这个浸大幅 只不过是 请着 如果这两个老师 不肯做的 那他就用这些课程 有问过校方 是不是其实是这样 没有问过 但是我说一个 通常的说法 就是 那些如果是通识教育 是很难的 因为你在服侍着 全家大外学生 如果你在说 那个学系的学科 要看看 那个学科 究竟 我们所谓的 是不是一个 自选 或者一个必修 如果是必修的话 我怎样可以cancel 那课程 我怎样都要找个人教育 如果我不 我不找人教育科 那些学生是不能够的 是的 那些GE也是 那些GE是 有人选择 你就一定要开科 你不可以 无论cancel 那些GE科 因为GE是提供 整间大学 所以你说的 那个情况 就是 有些自修科 自选科 还要是中置 自己自选科 那里面有多少 我不太了解 但是数量 都应该不会多 那些如果真的 最后请不到人 是可以 把科割了 最后 把科割了 那些学生是少选择 某程度上 但是 我可以跟你说 就算 这两个 他们不去 take part time 我都很肯定 某程度上 都会请到街外的人 去 接近那些30科 我相信 不会难度 因为现在高教界 就是 存在的问题 就是很多港师 这些好彩的 都不知道好彩 还是不好彩 还用part time 请你 不好彩 根本就炒了你就算了 炒了你 就去其他地方找工作 他见到有part time 他就先教 也就是所谓的 漂流老师 是 建功制 可能他未来的20年 都是这样过 今个学期我在理大教 下个学期我在浸大教 再下个学期 我在中大教 每次都可能 只有一个 或者两个学期的教学量 去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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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粹教学 每班有50人 其实quota50 即每一堂都有50个学生 据我了解 quota50 亦都是爆的 通常过去的注册量 是爆的 一定是有way list 是 因为很受欢迎的科目 在整间大学来说 然后想反问申筹 刚才说到23个中合额 就是23个工年 1000元那一小时 是23000元 但你比较是23000元 那条数是 你要 算 那条数你算是 1000元 成 你应该怎么算 因为是 因为不是每个 每个月都有书教的 你要把它摊坏 其实是 暑假是没有书教的 或者我补充 我那边不是浸贷的 是的 你计算了这么多个小时 第一 海峰说了 你不是12个月 都由团上去 而去计算 除开 当中 还有一些 可能 改卷 再给一个 我们再给一个 数目 我想 简单算是 为什么会出这个数 我估计 因为你们 是那一科 教了整个科 一定是那位老师 不会和他们分 就是这样算 就算到 那里 将它这么多科 加上 然后收入多少 十二个月 我们那里计算法 就要这么计算 所以未必是1000元 一个小时 意思是第一 你不是12个月 第二 是后来 做assessment 他另外给你一个数目 多少钱 其实我们也没有计算太复杂了 应该是计算每个学期 一科 的中数 应该是42个小时 是吧 39 42 左右 42个小时 成了多少科 然后成了1000 然后加上数 除了12个月 大概计算出来 那数 1000个小时 是的 其实计算是 例如一个学期 例如有多少个学分 那我就成了多少个 course 然后成了1000元 然后除了12个月 所以说暑假 其实是没有收入 没有 其实如果 我 因为 现在可以计算 现在我是将它平均回到12个月 因为 我暑假没有教 但我也要吃饭 那时候可能 这个未必是反映他每个月 真正得到人 因为他可能 教书那段时间 但人工会高一点 但是他在暑假 他就没有人工了 即是他一不教书那一下 就没有人工了 那这个数二万多 是将它除回12个月的数 那本身 全职的时候 47,000元 其实那个生肾的标 是怎样的 就是 这个 这个港私一 和港私一 就高级过港私二 港私一的 range 都很阔的 港私二的 range 都很阔的 那我的 range 大概不记得了 但是 这里可能有 这里有 这里有 港私一 二 是 他没有分 他 港私大概 中位数 是的 中位数 港私一就是 45,000 港私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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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 港私一 中位数 是52,000 53,000 港私二 就是45,000 就是中位数 但是 我是知道他们多少钱 所以我的 average 是算他们两个的中位数 是 港私一 二 其实的 range 就是 三万至七万 三万三至七万 都很阔的 但是 在这两个情况 就是 两个都比较接近的中位数 是的 就是两个加起来 随意大概的工资来的 我想说 有 我刚才说的 那为什么 今次的事件 这些工资 会影响 underground 还是 无筛 会影响 全部都是UG 全部都是underground 是的 是的 那 那一千元 一个小时 是 两级的港私 都是 无论你什么级 连知多少 都是一千元 那小时 就是 对那些 越高工资的 剥削就越大 是的 老实说 可能港私一 的人工过五万 所以 你 跌下去 工资一定是 少过一半的 变成 人工是 例如说 四万多 五万 那个里面 有什么 subsidy 关于做过程 之一 那个纯粹 他每个月实收 的人工 未计那些 benefit 是的 全职同事就有个固定的新级表 是的 福利就是另计 那些 那些 刚才说的是人工 人工 是的 如果做了兼职 会不会没有了一些 可能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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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你知道在教育上 需要用到的一些东西 他们招置开支 那些是另一条数 那些不关于人工似的 很少 通常改捐 那些 不会说兼职和全职 他们有不同的对待 或者是全职的老师 可能要换钱 或者是这些更多些 兼职事 我想大部分都不是说换钱 不过可能用一些 facility 就很简单 你拍一张纸 这样 你要去兼职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都很不方便 我会想到的 全职 我认为全职 我认为全职和兼职 有些优先自俊 如果做了 以后他再去讲不讲一些 我认为质量 质量 我认为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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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为质量 如果是part time 的话 我想到很难 很steady 地去 佔有一个office 佔有一个固定的空间 我们没有了 可能是没有了office 没有了office 那你怎样去见学生 怎样去做改保 怎样去做教学有关的工作 可能真的要去图书馆 或者去starbucks那里做 这个有分别 这个有大分别 这些同事 应该不可以正式设计到房子 去见学生 做这些 他们在图书馆的access 都会低一点 只是足够他维生 你教他拖 可能是很短暂的access 你去到图书馆用了某些东西 但是全职的就不是 基本上所有的资源都可以用 包括那些网上和电子的参考 你都可以用 那些兼职的通常都不可以 只是用到很少部分 所以对教学质量是有影响的 就是同学是没有固定的地方 找到他 我认为结职的朋友问 这个问题非常之好 其实没有了office 就是跟同学商量 或者做那些 下课之后那些问题的工作 是非常之困难 甚至他们很多 因为另外有一份正职 都会立即走的 如果浸大来说 教教undergrad 这个是一个standard 大学都差不多 因为他们自己会格价 他不会比得太高 否则他会觉得是失败的 我们没有800元 700多元 有些课程是700元 自资课程有低一点 UGC的有高一点 如果教master也有高一点 但大约一千元左右 都是偏低的 但是你不只是教书要做事 之后还有很多工作 例如我要改保 要和学生聊天 要准备一些教材 其实可以说 教一个钟头书 我要做的工作 起码是三倍以上 或者更多 要新科 新科不用说 如果讲的是我教的科 我都要用三倍以上的时间 去教一个钟 如果算是truggling time 我们的社会一开六 就是一个小时 你准备一个小时 你要将一千元 其实除了很多小时 不是 你普通人听到 一千元一小时 那是很好 但其实不是 这次作出一个决定 要将封态和拔态 其实是哪一个人去作出 是主任 还是再高层的 然后哪一个去做这个抑制 据我了解 就是无论系方或软方 都是agree去做这个东西的 就是他们也不停地去上级问 无论系方或软方 都是同意做这个东西的 接触两位党司的人 主要主体是 那你系方就是主任 阯方就是软长 文学院软长 过往有没有说 过去一年 可能有坐下 还有沟通过 或是4月的成本 其实 很老实说 如果一个普通一个讲师 自己走去 跟系主任谈 或者跟院长谈 其实谈不到些什么 他一定会 说某些原因 撒走你 除非你是 我跟他们一起去谈 或者总之有些代表 有些教授员代表 向更加高层施压 才会有机会 是拿到一个真正的原因 在他们的角度来说 他们就是说 我为什么这么离谱 我觉得 为什么会没得做 又不是没有书教 给他们的答案 无论系方 给他们的答案就是 我们想着本来 通常都说 有既定的政策 还有既定的方针 永远都是这样的答法 跟他们说一定是 未来可能会很少书教 所以不需要fulltime的讲师 这个很明显不是事实 我们看到 即是口讲一套 做就做另一套 现在我们遇到一个问题 要说用什么 说很多借口 说所有东西都是跟从 rules and regulations去做的 我们不会评论个别例子 每次都是这个答复 你永远都不会问到 真正的答案出来 但是实际 大家不是盲目的 大家看到的例子 就是 当你是去请那些人 教得更加多书 以及你是登上广告去请人 你还说 哇 教学量递减 这个就是 我不允许fulltime contract 你的原因 难道他跟他说 我不允许fulltime contract 原因 是因为我们要省钱 做好一些研究 我们会把那些钱 拨好做研究 相信没有一个高层 可能会很舒免或者在口头上 这样说 是的 因为虽然大家都知道 大家在做什么 但是这个就是 我认为背后的原因 就是重言轻教 就是要把那些钱 全部放在研究那边 去谷 研究评审公司的谷牌名 拿更加多的钱 以钱换钱 以钱赚钱 就是他们的目的 是的 因为你又动不了学额 你教资会 又不会减他们的学额 又不会看他们 教得很差 我现在扣你50个学额 如果是这样 每间大学都会害怕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机制 没有这个监察 这个就是正正 教协冯偉华 或者我们友好的工会组织 不同的组织 我们一起常常谈这件事 就是 怎样可以令政府 去监察大学 去保持优质教学 这个就是个重点 这件事只是一个例子 就是理大 跟着浸大 我相信八大都有可能发生 这些事情 只不过是没有走出来说 是的 除了中字体之外 有没有收到其他 有其他学院学系 我也有收到类似的 港师投诉 但是 我在今天暂时 不可以透露 人数 是什么学系 那些 因为那些受影响的人 还没有授权我说出来 是的 这个学系的全职港师 可能在一个合级 靠九个小时 就是现在在全职的时候 其他学系的港师 是否都是同样 都是这些中数 在浸大来说是 不同学系教的数量 都是围绕着这些中数 都是说 六科 七科 八科 一年来说 都是 十八至二十四 就是 他们的教学数量 就是教资会资助 如果要自资的那些 其实他们的教学数量 是更加多的 就是我们有整个 School of Contention 就是持续俊修学院 因为我们浸大 有整个持续俊修学院 是有很多港师 大量的港师 在那里 那些教学全部都是自资的 课程 就是副学士 或者Diploma 毅进 那些 他们的教学量 是更加多的 是的 但是 so far 剥削来说 我暂时未见到 如果在自资课程 现在集中 都是在教资会资 自资课程的剥削变成常态 是的 也不是一些 没什么新的 人力度又低一些 教学中数量多一些 可以用part time 可以用part time 其实自资课程的灾情更严重 就是说 他们教full time 如果算part time 都是差不多 都不用特意去剥削他们 好 OK 我想问一句 就是 他们知道 700年签那份 fine contract 最后的事 其实他们是否预设到 要是没有了份工 要是有其他新的contract 预设到 没有了份工 是的 预了走了 但是没有想到 因为接受了 那个 教学量会少 那个 就是学生 或者教学量会少 这个借口 但是现在发现原来这个 是假的 是假的 就是我们很明显看到 是一个语言艺术来的 是的 所以 先 要走出来说回这件事 是的 港师通常浸大的港师是8月圆弱的 是的 8月圆弱 新的合约是9月开始 是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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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地吹 是的 那 你拖得多久也拖 没有特别的期限 不过也是接近的 都是 一比一合约 通常都会想你尽快签 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希望 就是 未正式接受这个 part time任命之前 可以有 有点弯转 可以 秉持 全人教育的精神 好 谢谢大家